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Daniel 介绍一下这个 视频聚合商基本上它就是作为一个SI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后盾 然后呢它提供的不同的一个方案内容 然后方便SI在前端在部署客户端的一个需求的时候 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的一个角色 好谢谢Daniel 那欧妈我们今天要来谈什么主题 好 大家有没有很好奇喔 因为其实在IoT的领域其实很多的一些大厂的partner 我们大概都很熟悉喔 对 那如果以视频的角色在大连大集团 这个规模也非常的庞大喔 对 不过如果是在IC再半导体领域上 针对这一块其实视频的角色不会有人任何的疑惑 那刚才Daniel提到一个叫聚合商 那又谈到一个是叫SI的后盾的partner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其实为什么希望邀请Daniel来谈 那你们怎么样在这一段 尤其像我们现在在谈的时候刚才提的IoT 那面向这样子的基联网很多的益子资料 整合的方式有N种 那我如果是一家SI partner 我可能不见得有这么充足的技术人才 搞不好我是PC base的 搞不好我只有懂PLC 可能很多元 那或者有很多的是影像 不同的方式 那可不可以请Daniel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如果落在刚才提到的这个IoT的角色上 那我要做一个这样子的基联网的行为 那您建议这样子的程序上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论述跟观点 可以跟我们的伙伴们分享一下 是 现在就是我们在做IoT的这个产品的时候 基本上它是一个抑制系统的一个结合动作 那我们在不同领域内都会有不同的设备需求 或者是一个暗场或者仪器设备 那当我们要做IoT应用的时候 基本上第一件事要把资料收集上来 才能开始做资料的梳理跟处理 并且做后续的一些应用动作 所以在这么多种不同的领域内 有这么多的设备里面 我们怎么去把资料收集上来 方法基本上会有很多种类 那这些东西都跟价格有关系 所以这等于整个IoT的评估 都会需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评估 那上来之后我们当然可以分很多层级 例如说Edge端的 然后Folk端 Cloud端的这些solution进来 那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做一些 规划跟整理的 好所以Deniel刚才有跟我们 大概谈了一些概念 因为回到后面的可视Dashboard 其实都是应用层 那第一个是资料的可信度就要高 那您这边有整理了一份资料 可不可以再比较清楚的 帮我们把这样子的程序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先从采集到最后的 AI是最终的一个里程碑 可是这过程中可能还有很多的难度 那或者刚才提到的是 这样子的投资效益比 是不是对企业组来讲他都能够做支持 所以方案搞不好其实是有很多元的 那可不可以就这一段再跟我们解构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一直系统 要达到这样子最后的整合的时候 你们会做哪些的程序 OK 基本上Concerto上面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在前端在做资料搜集的时候 我们有三件很大的事情需要处理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怎么从设备段去取得资料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资料 那第三段就是说我们怎么把这些资料 后送到我们需要的后台或应用平台上面去 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它拆成几个内容 来做一个解释 例如说 在一开始我们在接触device端的时候 我们要先处理跟终端间接的界面 那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技术上 当然会有分为有线啊无线啊 或者是一些ADC相关的这些 或影像的一个收集的方式 但是这些资料收集上来之后 它就是一个RAWDATA 但是RAWDATA怎么去传输到ADC端的应算平台来呢 基本上它还是要经过一些协议的部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点网里面的话 基本上有很多不同的协议需要去做处理 例如说EaseCare Mobus 或者OPC UA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在ADC端去做完处理 当我们经过这个界面跟协议之后 我们拿到这些资料 它是一个比较pure的一个ADC端的一个资料 那每个加的设备出来的资料格式也不尽相同 所以等于是我们要再做一些基础的运算跟资料梳理 然后完成之后再做一些储存 然后并且把这些资料做一个保存跟管理的动作 那在这一段里面基本上还有一个另外的工作 就是在做装置的一个管理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样一台gayway 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一对一个单一设备往上 或者多的设备往上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这一段它基本上就像一个树状结构一样 在这边也需要做一些基本的一个装置的管理动作 当这些运算可以完成之后 那它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把资料后送到这些应用平台 那现在市场上有不同的运算平台的资源 例如像Azure也有 Amazon的也有 或者Private的一些系统ERP MES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后端要去做应用的部分 那这些不同的系统上面 它就有support不同的一个协议部分 MQTT Co-App或者是REST4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会常使用到 那我们怎么把这些资料送到这些系统呢 就是要再解决一段这边的一个protocol问题 然后再透过现在成本上考量的一个界面 例如说像有Ethernet 或者说场域内需要用Wi-Fi 还是用EtherCAD或者是NBLT 这些4G 5G的方式往后送 这边东西都是每一段每一段都要去做进行处理 当这些处理完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把设备的资料后送到我们的应用平台上 去做一些应用 所以跟你有谈的那么多 线上来宾都觉得这个都是技术语言 所以这么多的技术语言上 他刚才已经扮演好一个角色 可是我看到Eric一脸的疑惑是 像这样刚才提的这个Gateway 或者是这一段的需求上 视频会扮演什么角色 会去帮他怎么样去解构这一段 我的疑问是说 我看懂了Eric的疑惑 过去视频信业扮演的都是 这种IC的解决方案的这种配销商 跟Solution的提供商 所以譬如说这个视频信业的客户是 像比如说工业电脑业者 或是IoT device业者 可是刚刚听Daniel讲起来好像变成是 你反而变成是工业电脑或者是IoT device 当他到现场去的时候 到工厂现场去的时候变成是 你反而是变成他资料收集的变成是下游 然后你再去对可能这个SI 或对这种使用者 感觉好像变成是你们的角色会有一些变化 那我不晓得说就是 为什么视频信业现在扮演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算是一个这种 Device Management Playphone的角色呢 还是说像您刚刚讲的这种 就是Solution Aggregator 这样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视频信业想要做这样一个 变成是跨越去做这样的角色 是其实我们在做IoT方案的这件事情上面的话 我们也基本上有很多事情要出来 另一个是方案的收集 我们要先了解到客户团的痛点 然后我们要想一个方案出来去解决它 但是我们在解决它的时候 势必会有很多不同系统的一个 或者方案的一个整合 整合完之后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Deploy的动作 跟Maintainance的动作 那WPI具合上的角色 基本上它就是在解决SI 在搜寻这些方案过程中的一些痛点 就是我们怎么去让它快速的 可以有方案的一个集合 让SI能快速的解决 都成一个系统去解决客户段的问题 那对我们来说 WPI的角色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 我们会从软体硬体的一个角色 进去做市场上的收集 然后定义好Vertical之后 把这些软硬体整合起来 变成一个方案 或者是一个Subsystem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方案 跟Subsystem提供给SI 由SI来兜起这些方案内容 然后解决掉客户端的问题 并且做后续的Maintainance 这样的定位转型 以视频来讲大概已经布局多久了 目前我们现在大概有三年左右 大概三年 那整体上的运作上 有没有比较一个成熟度 来说现在大概落在哪一个的定位上 是我们现在大概focus在几个地方 就是在智慧工厂部分 然后在一些养殖 或者说我们一些smart building 或者是smart hotel的一些方案上 所以航关的层面也是蛮广的 是 那我们制造业的部分 因为我们线上来宾多数都是制造业的伙伴 那制造业的话 市民在这段大概投入的时间上 跟资源都已经是比较成熟了吗 是我们基本上最多的资源 都投在smart manufacturing上面 有没有选哪些行业还是 我们基本上针对CNC 或者是押注 或者是一些仪器部分 我们会有一些focus 好所以以IoT具合上的角度 举凡在比较设备导向型的 应该涉略都算深 是 OK我记得上次 我跟你们老板 你有副主带来聊的时候 是因为疫情的因素 过去他们蛮多资源都在海外的 对 疫情的因素呢 他特别关注到我们中南部了 所以市民其实还蛮多 跟我们的SI partner 已经涉略到我们中南部的一些案场 对吗 是 所以这是我们台湾产业之福 这么大的一个体系资源 可以support我们产业 一起缩短这个时效 找到一些适合的一些solution来协助 那视频星宴扮演这样一个 这个solution aggregator角色 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些案例 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我们这边有几个案例的分享 第一个部分是关于CNC厂的部分 那这个案例基本上他在做是说 标准在这个场地 他大概有大概六七部的CNC机台 但是他的品牌有非常多种 那他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说 这么多品牌里面 他们没办法知道说 每一个现在的一个排程 工单的排程是哪一台在做 然后在就是每个机台 使用到的刀具的部分 他怎么去 目前的状况如何 然后大概可以用多久 所以他希望透过IoT 这样的一个技术 然后去做IT跟OT的一个结合动作 把这些资讯拉回来之后 再整合他们厂内的一个 三次元的品质 确保品质机 然后把这整个从刀具 工单到产出品质 这些一整串的资讯做一个收集动作 然后开始进行这样一个 流程跟排程的优化 好 跟Daniel想要考试一下 因为其实刚才提了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场景 对我们一般的IoT的SI Partner 大概都有涉略 对接到工单 对接到ERP MES 在资讯流的部分 整合应该议题都不大 因为它有履律受益的需求 第二个对到设备联网 你刚才说的七八种的机台 控制机都不太相同 这个应该也是很常见的常见 然后结合到可能 模具 刀具的一些匹配关系上 这个都有 可不可以简短的让我们知道说 我找视频拉动这些SI Partner 跟我单独找一下SI 可能会有什么不一样 OK 所以我说跟你考试一下 好 其实说我们在解决 这样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在遇到这么多 不同的设备 然后遇到这么多 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在SI的角色上来看 它当然会有自己的 一个Solution的存在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 把这样的一个场域放大之后 它遇到的问题 就可能不是只有 三个四个的问题 或许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那当这么多问题 这么多问题发生的时候 SI的角色 是不是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收取这些方案 甚至要验证这些方案的可行性 所以会不会就是 假设我这个SI 我有原来我prefer的技术背景 所以我原来 能够解决这样方案 一定没有问题 但是我可能就只能偏好某一种 是 但万一某一种的效益比 没有更好 或者是某一种 遇到瓶颈的时候 我可能就卡住了 那您是从一个具有商 更宽更高的角度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对其实我们这样的角色 就是说 如果当你们在整合过程中 有一些瓶颈发生的时候 这个大的平台上 他们有没有准备了很多 不同的类型的平台跟方案 然后你可以来这边挑选说 哪些东西 可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然后让你更快速的去解决 客户端的通质 所以一家SI 可能譬如说整 这个几十种device 但对视频来说 是aggregate角色 便是我把所有 可能的IoT的device 然后机器 设备 然后仪器 这些通通都 都aggregate进来 然后我都已经帮你做好 这种资料收集的界面 或是什么那些 标准那些都确认了 所以接下来你SI 就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 就是可以deploy 对对 我们就会先找到 例如说我们刚刚有focus 在几个产业上面 我们会在这几个产业内 去了解到说 里面有哪些方案 是可以带进来的 我们会放在 我们在aggregate的平台上面去 那我们就会提供一些 技术服务 或者是一些实用服务 让SI这边可以快速的说 我们可能你只要提供一个API 你就可以去借鉴 你现在既有的系统 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是 那那个视频现在 这个aggregate的这个平台 现在整了多少个device 目前我们现在有八十几个方案 然后在我们后面整理的话 还有三四百个不同的一个 类型的 集合 所以我才说 这可能是对我们 线上来宾的这些制造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视频在整个大力大集团的资源 是面向整个国际 所以我刚才其实很大的感触 跟我们其实在前级都不断的谈到 智能制造的议题上 谈到了很多的叫跨界的融合 那谈到了很多的弹性决策 快速其实整合是个议题 那用原来的方法可不可以解 一定也可以解 可是你的时效上 会不会让你因为这个速度过慢 就上市了一些竞争力 像欧妈在做的角色上 可能从前端的资讯流需求 也先做统整 那视频的角色也从OT层的角色 也先做统整 所以有一个平台上 其实大家快速对接的时候 其实这样子的匹配关系上 可以随需求而建制 速度上是快很多的 所以这个也是给线上来宾一个概念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 其实很多是你找资源的速度 找资源的能力 可能也是一段你的赢的关键 就是比较不适合是 关在自己家里自己 用原来的方法再试 那很多时候 就是譬如说Internet时代 然后大家都说 Internet时代的竞争 是快打慢的竞争 然后现在智慧应用时代 我相信说这种竞争还是 仍然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能够越快deploy 然后越快让你的生产线 有更好的效应 甚至联动到你的business 譬如说你是要做 你少量多样的生产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 你竞争力的一个本钱 这样子 对就是像刚才提到的 很多的可能有些小量资料 你看刚才其实Danny有提的 以视频会去做一个 这样子的暗场 其实只有七个机台 可是小量范围的先验证之后 有些成效之后 你可以再做快速的扩大 然后就可以跨到不同的制程 所以我记得你还有一个案例 也是这一个场景 但是它是一个不同的制程 它这个方式比较偏向在说 怎么去做到一个 设计优化的一个方案 那基本上它是在一个 压注厂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做压注之前 我们一定会做一些 模流的一个模拟之后 才知道说我们的模型 要开成什么样子 然后再进到厂业的实际操作 再看到结果 那这个结果过程中 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进行到整个结果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会从设备里面的一些参数 环境的参数 还有IT上面这些基本资讯的参数 我们把这些资讯 做一个收集整合之后 让客户端 这边有domain knowledge的这些角色 专家们去知道说 我从一开始设计的模拟资料 跟后面产出的结果 有哪些的差异性 那在不同的参数设定下 做了哪些的影响 让它可以做一些后续的应用力 还有改善整个开发的一个流程 所以归纳一下这两个制程案例 其实客户有没有表达 什么样的比较明显的效应 是 因为主要这两块再解决 就是说工厂端这边 如果我们照原始的做法 我们很难去知道说 我们的设备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 那基本上用了这些方案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 改善就是整个工厂内的一个流程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品质的部分 对 好 所以其实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Danny 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因为其实在IoT的应用上 各位没有听到跟F有分享的 某一段可能是在CNC道具的匹配上 可能是为了叫生产稳定 可是某一段的行业上 你可能要做的是模流分析 你可能回到的是你的研发设计的优化 所以即使是IoT的议题 回到的管理改善都不见得一样 所以涵瓜的层面 其实需要的技术支持的含量非常的高 好 那也很高兴 视频可以一起加入这一块市场 来支持我们的SI伙伴 那今天很高兴Danny 也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 希望后面还有机会可以邀请你们 来做这样子的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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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